球员瞄准篮框投篮进球 听完联盟的中信特攻 台北战神将在大巨蛋13 14号二连战 这也是台湾篮坛首度攻段 两队在12号第一次踏进球场练球 一同见证台湾奇迹 好大 对然后其实现在还在震惊当中 刚进来的时候很震惊 因为我没有来过这么大的球场 然后又是在棒球场上打篮球 对就是也很兴奋 球员们都好兴奋 透过缩时影片也能体会到 将棒球场改造成篮球场 真的是大工程 花了整整两天 更早在一个半月前就进行前期准备 这次大巨蛋篮球赛 使用约一半球场范围 在内野搭建比赛场地 草皮有铺上特殊地板 包括草皮不受损害 更加设内野看台区 整体容纳人数上看1.5万 地板跟蓝光是从新装搬过来 我们也做了包含底下铺了三分板 铺了很多防护的措施 目前13号售占门票已玩售 预计有超过15600名的球迷进场 有望打破由魔兽霍华德 所缔造的台湾蓝坛赛事进场人数记录 而为了让球迷禁至离关上 更砸重金在内野区搭阶梯式观众席 我们这次的费用是超过1000万台币 就是这两天的所有的搭建的费用 包含人力啊 包含所有的设施 工作人员是超过300人 比赛期间也会开启大巨蛋大荧幕 在13号日籍巨星归离河野 更会担任嘉宾 见证台南盛事 吸引无数球迷关注 提督新闻中文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 欢迎订阅